市場上最熱賣的一個樓盤 有六成龍壁 聽得上是禁負蝕本價賣國獄套演的代表 龍壁位於賈餅達道138號 由壁桂園發展單栋樓提供195戶 屋苑周邊社區配套成熟 8分鐘可以去到宋華套餐 衣食住行十分方便 龍壁減價市可以由2021年第一張假打開始說起 均價是22000多 減到現在最便宜的車價是16000多 接近三成的減幅 主要原因是城也的桂園敗也的桂園 整個集團面對債務需要清掃 所以套演比存貨更加重要 因此在定價上有一個很大的樣貌 回想一下以前九龍區的市區盤 41號碼全新樓3.5米的層高 還要送為傢俬套餐 正常不買兩萬元呎價 怎對得著發展商的操守 怎對得著股東的錢包 在今時今日整個項目不單是大批價 還要給人嚴三嚴四 不是發展商真的缺錢 哪有這麼大的價格 隨街跳 今天的優勢 再加後天的國慾 承奏龍壁成為上個月最熱賣的生活 如果想自住的朋友 基本上買完拖個KIP就可以進去住了 沒什麼煩惱 適合年輕人上車 或者新婚夫婦結婚的安樂小鍋 至於家庭客就有少少難度 因為兩房賣光 剩下的一房最大354呎 改一改都能住三個人 但是就有少少屈酒 不過為了一個效務犧牲一下可以理解的 只多三個人的家庭就真的不要想著拿來用 可以變換模式 買這裏用來出租 以租低租的形式去租其他地方 例如月門前或金月門 都有一些比較大小小的單位 600多呎 說到這裏 這個樓盤適不適合用來投資收租呢 投資的回報又如何 我們看看歷史數據 赤租可以做到55元到60元一呎 我們以最保守的計劃 一房拿最貴的家 一貨價628萬 以一房最便宜的租金 大概做到16500元 提起上來有3L1的回報 購買所有雜費、本利費 大概有2L6的正回報 這個回報看上去不算特別吸油 但是你不要記得 這個是拿了最貴 以及用一個最保守的租金去計劃 正常情況下你買回550萬的一房 那租的回報就會變成3L6和3L1 那就變得吸引了很多 所以我為什麼會說 對於投資者來說 入貨價很重要 講完一大班優點 講一下它的缺點 位於一個舊區 周遭的地方都有機會重建 會影響到將來的景觀 還有有些人不喜歡它太近的環入貫牆 這個我就真的想不到 在我的概念 其實應該是跨了它 但是對某類型的用家來說 他們真的有些比例 十分介意 總括而言隆碧是一個小的價格 可以上車 可以用來投資 你們有覺得呢? 可以留言說下你的看法 我是路日思王 我們下期見